混集文化 不会遭遇这些毒害 英光大师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 教導我們這個修學方法正確 他可以做得到 也就是講明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 所以要遠離貪疾 這個疾是疾道 能正心中貪欲魂魂魂 魂魂就是比喻 永远 來,彭雄 魂是鑰鑠 現在是裸髮 能將視覺障礙 就好比贪贼一样 能够写来这个云霓就没有了 由夜月众星围绕 就好比恢复到晴空 晚上有明月,有众星,没有云彩遮住 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就是这个意思 第七节 生死不断绝 贪欲是未故 养愿入忧重 虚受诸辛苦 这是一首计 生死是大事 能够真正知道了生死 只算是一个觉悟的人 如果 还不能够 发怨了生死 无论修学 什么法门 都不能够 离开六道论回 终言得 仁天福堡 他也不是究竟 谁不能算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 真正觉悟 真正觉悟 在这一生当中 一定要尿生死 一定要尿生死 一定要出三界 一切大小成佛法 都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就法门来说 实际说 他是平等的 无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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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就是我们自己的修学来说 确实 有难 有意 像这个地方来说 这就是难 生死不断 就是轮回 不能超越 出不了轮回 什么原因 贪欲 是味 是是嗜好 你的贪心 舞断 他不是说贪爱 范围 太广大 无论对什么 只要贪爱的心 是没有断 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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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不能出三界的原因 我們一定要知道 知道之後 我們只能夠捨力 我們知道這些對我們是重大的傷害 我們過去無恥劫以來 生生世世修行不能成功 出不了三界 三界就是被這個害 從今天起 我明白了 我認清楚 我再也不受他的害 你只能夠成功 你只能出得了三界 你只能夠成功 你只能夠成功 結果是甚麼呢 他送你到墳墓去 你只能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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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數貴貞不貴多 這是同修 道場 仲實則 不仲形式 形式是甚麼呢 是香火好性 道場很耳鬧 道場很耳鬧 這是凡夫所看的,這叫形式 實質是講求什麼呢? 這是真的,有學有道 學是經論,真正在研究經論 道是真正在修行 這是實質 第三,修行在靜宗裏頭來說 修行一定要中清淨心 彌陀經上所說的一心不亂 無量壽經上所說的清淨平等國 要重視這個 其他什麼神通感應都不重要 不重視這些 這句話說得非常有道理 是針對現在佛教弊病所發的 我們要講悟,我們要記取 下面第八段 時身如祭殿,淚堅達破城 雲何於他人數生於喜怒? 這個也是一手計 從比喻上講的 都是講這個事實真相 前面兩句是講的人命無常 劑電就是閃電 比如短暫 《金剛經》上也說 一切有違法,如夢幻跑影 如路亦如典 人生確實如此,石火電光 賤達破城是幻相,不是真實的 類和這個是同類的 我們世間,所有一切萬法 都是無常的 你如果執著有常有我 那你就苦了 這個是創的想法 創的看法 萬法無常 真正明了 事實真相 你的心當然清靜 你就不可能 看到這個世間的事情 你就會動念 信自己意思的 就動我歡喜心 不合自己意思的 就動我親為心 那叫起心動念 起心動念是什麼呢? 將這個事情看作是真的 不知道這些事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一場夢來的 哪一樣是真的呢? 所以 六根對外面的境界 清靜無謂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決定不起心 不動念 決定不起心 不動念 這個經文 摘錄下來 編成 這個小冊子 它每一段 都有出傳 就是從那些經裡面摘錄下來的 都註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也在短短的時間 就讀了很多的經論 和祖師的語錄 那它的選擇 當然和我們不一樣 這個是個人的見解 不相同 需要不相同 如果我們今天來摘錄 昨天我講過 可能在這個裏面 只會選擇二十條 大概就很多了 我們往下讀下去 就會看到的 我們現在看第九條 親為之害 則破諸善法 壞好明文 今世後世 人不喜見 這是從佛遺教經裡面 折錄出來的 這個 這個雜誌裡面 講到親為之害 講得很多 可見得 這件事情 是世尊當年在世 講經說法 時時刻刻 提醒我們的 所謂的 所謂一念 親心起 百萬障門開 障是障礙 障是障礙 這個一發脾氣 公德 就沒有了 公德和福德 不一樣的 發再大的脾氣 福德有 福德不會燒了 但是公德 但是公德 就沒有了 那公德到底是甚麼呢 跟各位說 公德是定位 是定心 一發脾氣 定就沒有了 定沒有了 智慧跟著 亦沒有了 所以公德是定位 和福德不一樣的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親為之害 能夠破一切善法 這個句子很好懂的 壞好命運 命運就是今天講的榮譽 為社會大眾所尊重 所讚嘆的 這個榮譽 亦會因親為而破壞 所以親為 他這個壞處 是今世後世 今世是佛說法當時那個時代 今世後世人都不會喜歡見到 親為之恩 以及親為的果 這個恩與果都不喜歡看到的 看下一條 行少欲者 心則坦然 無所優惠 足事有餘 常無不足 這也是遺教經上的 前面勸我們 離親為 斷三毒 這個貪親之 是三毒 這個是勸我們 少欲知足 人生在這個世間上 每一個人都希望 自己能得到 幸福快樂的生活 幸福快樂從哪裏來呢 和各位說 決定不是從收福當中來 你看看我們今天社會上 做總統的 做大官的 發大財的 資本家 都有大福報 又收福來的 快不快樂呢 幸不幸福呢 不幸福啊 一日到刻 愁眉苦臉 通苦不堪 由此可知 幸福快樂 收福裏頭 得不到 收福裏面 只可以說 得 才 用 不缺乏 真正幸福 真正幸福 得不到 真正幸福 要收 道 才會得到 什麼叫道呢 清淨心 是道 這個地方教導我們 少欲知足 這個是道 欲 是五欲六層 是我們生活 決定不能夠 缺少的 什麼叫小欲呢 我五欲六層的受用 夠了 就可以了 不用要貪多的 那 這就叫小欲 我 吃得飽 穿得暖 住得好舒適 生活 好悠遊自在 這個人就是真正 有福 絕對不在 他有幾多財富 有幾多產業 這樣不見得是福報 所以人 知足 小欲知人 心地坦然 沒有煩惱 沒有憂慮 沒有憂慮 沒有憲寡 你說他多自在 無所憂慰 無所憂慰 憂就是憂慮 慰就是恐懼 心裡不安 他沒有的 真正能做到 所謂是 心安 離得 你 他得到了 他明白了 心就安 你得 也就是說 道理明白了 事實真相清楚了 足事有餘 常無不足 足事是六根接觸六層境界 什麼有餘呢 他的智慧有餘 他不迷 他的能力有餘 處世代人之物 他都做得 恰到好處 這個就叫 足事有餘 那他又怎會不快樂呢 當然快樂 下面這一首 旺一大師在這裏 住得很好 這一首旺 就是世尊在西 弟子宗 有一個周利盆陀騎 這個人 跟性很鈍的 大概我們現在這個道場的同修 都找不到一個像他的 他的哥哥教他四句話 教他念 他念了三個月 都念不出來 你看這個人多笨 笨到這個程度 他哥哥就算了 你都不要出家了 回家了 你這麼笨 這個增團裡頭 沒有你的緣份 他就哭哭啼啼的 很難過 好了 適家蒙尼佛看到了 將他叫回來 叫他回來 教他兩句 叫半計 教他念 他懂得念 以後呢 正了阿羅漢果 大開完解 變財無愛 變財無愛 哈哈 這個是有典故的 有典故的 細尊就說出了 周利盆陀騎 為什麼得這個果報呢 他前世是三藏法師 是大法師 講經運法 論法 教人自己留一手 不肯通通教給別人 所以 這一世就得論法的果報 論法是愚痴 論財是貧窮 論法是愚痴 所以得愚痴果報 這首歌呢 我們念一念 看下 我們總不至於好像他三個月都念出來 哈哈哈哈 身與二葉 不做我 這個是第一句 這個意思 我們很容易懂得 三義 不做我 不老世間 諸有情 就是對於一切有情眾生 有情眾生 用現在的話來講 就是動物 動物 動物是有感情的 有知覺的 我們不老害牠 不害牠 亦不要令牠生煩惱 這個是第二句的意思 正念 觀之 欲景空 這句是智慧 正念 觀是觀察 是觀招 你就知道了 知道什麼呢 知道 浴 浴 景 這兩件事情 浴 是我們的享受 五浴 六層 警 是外面的環境 我們所接觸的環境 都是空的 如果用 如果用 心法 識法 這個義法 這個義法來講 浴 是心法 景 是識法 這兩樣 都不是真實的 心經上 就是講的 這個問題 法相宗裏面 百法明滿 也是講這個問題 你看百法裏面 為我們講的 前面 九十四種 叫有違法 有違法裏面 有心法 有心所法 這個地方 浴 就包括了 識法 景 包括了 所以這就是 一切法 歸納起來 不愛乎 一個心 一個識 在此地 是一個浴 一個景 金剛經上講得好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 泡影 這個是空 不但心法是空 識法 亦是空 這個是教我們 官惠 為什麼 教你不做惡 為什麼 不要腦害有情 因為萬法皆空 無益之苦 無益之苦 當然來 對自己身心修養 無真實利益的那些苦行 不必修 修過那些苦行 修得很怨往 這個《大乘經》裡 常說的 和小乘不一樣 小乘受苦行 著上修 大乘不受苦行 因為知道它是空的 它不是真的 所以這個大小乘 對於宇宙人生的觀法 不一樣 但是佛在《戒經》裡 常常讚嘆苦行 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人能吃苦 只能夠斷絕一切的談塵次脈 是這個道理 能過清苦的日子 所以它這個種種式法享受 它不去追求 不去爭取 心就安 自然很快樂 所以這個是佛常常讚嘆的 雖然無益的苦行 不需要去修 但是生活還是覺得平淡一些的好 尤其生活當然不能太苦 太苦佛也不贊成 佛不贊成覺得好苦的 能略略有一些苦是好事情 就是上上警惕 二虎為師 這個世間無上 沒有什麼好留戀 它就能夠激發獨心 有這個好處 是要看著的 釋迦牟尼佛以後教導周里盆陀劇 哪兩句呢 在此地我們念出來給各位聽聽 《手口涉意生莫犯》 和前面意思差不多 《手口涉意生莫犯》 這是第一句 《於是行者得道洗》 能夠照這個樣子修行的人 可以了生死 超越三界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佛就用這兩句話 教周里盆陀劇 當時教的時候也很困難 教上一句 下一句忘記 再教下一句 上一句又忘記 很不容易教了很多日 才能夠記住 所以我想我們這邊的同修 都比周里盆陀劇聰明 都比他聰明 所以說業障深重 我們比周里盆陀劇 是幸運太多 他都能勝就 我為什麼不能勝就呢 看下一段 也是從戒律裡頭摘出來的 有暴律 名譽及利養 愚人所愛咬 這個字讀咬要這樣讀 這個咬是愛好的意思 能損害善法 如劍斬人頭 後面兩句說出 他的避害 他的避害 命譽 利養 我們今天所說的叫 爭命奪利 這個是世間人 可以說自古以來 大家拼命去追求 拼命去爭取 為了名利 做很多很多的罪業 你要奪取的 必然要傷害人 這個傷害人 甚至於不擇手段 不怕因果 不怕報應 只爭取眼前的 一點點的小力 不知道後患無窮 所以佛書 他是迷惑顛倒的人 他要這樣的事情 真正覺悟的人 他不要 眾言這些事情得到了 得到了 也不要 為什麼呢 避免禍害 成全功德 所以有利 有利的時候 讓大眾去享受 自己不需要享受 這個是聰明人 是真正覺悟所的人 我們冷靜想一想 這個道理 事實真相 是不難明了的 我們人在世間 一切的享受 不外乎 衣食住行 衣服 夠穿就行了 吃 你能夠吃多少 很有限 居住 你晚上睡得再舒服 睡一張大床 也不如是如此 床做得再大 你的身體 也不如是六七長 兩尺寬 再大的床 你也不能同時佔有 所以說實實在在話 人生在世 享受真的非常有限 住一個屋子 有一個小屋子 可以遮避風雨 就很自在了 我在美國看到 很多居住很華麗的大屋的人 請我游去看看 我坐在那裡很舒服 喝茶享受享受 很自在 我不用操心 我在那裡真的享受 主人可憐 一日打掃 一日圍戶 一日到刻 為這間屋子操心 多可憐 請我享受 所以 聰明人 不做糊塗事 這間屋子 越小就越好 收拾容易 負擔也很輕 生活 無點壓力 這個人 就是很幸福的人 就是很快樂的人 所以快樂 永遠是 覺悟的人 才有的 迷人 遇人 沒有的 決定是沒有快樂 看他 經營得非常豪華 是被別人享受的 他在那裡受苦 受難經營 是被別人享受的 這個下面的比喻 用熱動 這個比喻 或者各位看了 有這麼嚴重嗎 真的是有這麼嚴重的 真的是有這麼嚴重的 第十三條 世間色聲香味足 上能廣話 一切凡夫 令生愛著 這個是智者大師說的 色聲香味足 是我們佛門裡說的五層 如果加一個法 就是六層 人 是 屬於知識 屬於知識 屬於心法 這個對象 這個對象 這種是屬於物質 是我們六根 接觸的對象 眼所見的 叫色 耳所聽的 叫聲 鼻所聞的 叫香 舌所嘗的 叫味 身所接觸的 叫竹 那就是外面的環境 很容易 很容易 迷惑人 很容易 令人 生氣 貪親 痴慢 為了 為了追求 墨育上的享受 爭出種種的罪孽 令人 令人生愛著 令人生愛著 著是執著 小便 虱全面出生愛著 神 天 要求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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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修这些东西 幸是生活行为 生活行为里面很多很多的错误 将这些错误修正过来 这样叫修行 所以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 这是错误的行为 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 都是虚假的 所以你可以受用 不可以外着 你可以尽情地受用它 这个叫得大自在 你一爱一扎像 无病就生了 这个就是心被境转 自己作不了主 被境界所转 这样叫凡夫 这个叫迷惑颠倒 佛菩萨五欲六尘尽情的享受 祂没有动念头 祂没有爱取友 决定无执着 祂的本事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学 我们要学 也就学这个 学心里头 确确实实 在享受的时候 或者享受之后 我们的心 永远是清静的 永远是定的 是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这就对了 第十四条 亦是讲到亲为 这是智者大师说的 亲是失佛法之根本 最恶道之恩怨 法乐至冤家 这个自在此地念乐 快乐的乐 善心之大财 种种恶口之苦壮 这是智者大师跟我们说的 贪亲痴里面 这个亲伟 对我们修学障碍最大 所以贪亲痴三毒 为什么其他就少讲 这个字特别要讲得多呢 看 法在灵验经上 和我们说 这个世间的现象 灵验说的 比其他经典 讲得详细 其他的大乘经讲到宇宙的状况 多半都讲六道 灵验经讲七处 就是六道之外还加了一道 这道是什么呢 先道 所以他讲得比其他经详细的 比其他经详细 他多了个先道 七处里面的经文很长 讲地狱道几乎占全文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讲将这个地狱这一道 讲得特别详细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要我们认识清楚 小心谨慎 不要多地狱 地狱道的孽恩 就是亲为 这个三恶道 贪爱是恶鬼道的孽恩 愚痴是畜生道的孽恩 亲为是地狱道 所以他的伤害最大了 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在这一方对我们的教训也特别多 所以在此地 开到我们 这个是失佛法的根本 什么叫佛法呢 佛是各的意思 佛就是一切万法 佛法合起来说 就是对于一切万法 各而不迷 都能够正确的形式 了解一切万法 但是人一有亲为起来 就迷了 各性就丧失了 对于一切万法 必定会错刑了 所以叫失佛法之根本 罪恶道之恩怨 刚才说了这个亲为心宠 在六道里面是堕得罪心的 法乐至冤家 我这一次 在圣河西讲经 也遇到几位唐修来跟我说 学佛学了很多年了 都总是精进不起来的 还是常常会退转 问我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什么方法会令他不退转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是不退转 那成佛就不用三大亚增其劫 那就很快了 佛跟我们说 娑婆世界众生学佛 还是退退进进 都是这个现象 但是为什么会退呢 你在佛法修学过程当中 没有得到法乐 我们一般人说发起 发起和发落是同一个意思 假如你在修学过程当中 得到法器 你又怎么会退转呢 你就不会退转了 为什么得不到法器呢 为什么得不到法器呢 如果要求选择 就会尝征进了 所以一定要用功的 不真正用功呢 发起得不到的 所以古人教学 五年学界 五年遵守老师的教会 依照老师指定的课程去用功 他得到法器了 第一个阶段就毕业了 第一个阶段就成就了 那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离开老师 到外面去参考了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程度 这个法器非常重要 要认真努力 如果得到法器的人 精神饱满 不容易疲倦 为什么呢 我们俗语都常说 人奉喜事 精神爽 疲倦就不会有 佛法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他能够用盲正准 我们看古今的这些大德们 俗学不疲倦 不疲倦 他吃的粗茶淡饭 睡眠的时间很少 精神从哪里来的呢 从法乐上来的 所以这个三毒呢 亦是我们发起的障碍 他的冤家 他来阻碍你 善心之大差 心里面有三毒烦恼 我们很想做善事 很想修善行 往往不能成就 他被障碍了 另外还种种恶口之苦壮 就是口过多 口业比较重 所以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警惕的 修行在哪里修呢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事待人接物之间 时时刻刻能够回光返朝 就是真正的修行 这个回光返朝就是国策 马上就国悟了 就是禅宗里面 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 再看下面一段 凡夫学到法 为可心自知 造次向他道 他即犯生匪 这位是杜孙律师 他这个是解重的题材 四句是一手 我们一手一手的离题 凡夫学到法 真正发心学到 要想道业成就 你自己一定要知道 学到怎样呢 只可以自己知道 不必对人说 为什么呢 你对别人说 别人未必会相信 不但不相信 他还要来委托 委托 他就做了罪业 他为什么会来判罚 判罚判罚判罚 判罚判罚判罪 做这么重的罪业 是你给他增上缘 令他做的 他将来堕落三途 你也走不掉的 严落王一审问 你为什么委托三宝 某某人跟我说的 就将你牵涉进去 这是真的 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 有些时候说 很慈悲 有些时候不说 不说也是慈悲 这个佛菩萨有能力观机 知道说出他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 不说了 我们凡夫没有观机的能力 所以最好就少说了 最好是不说了 这样就没有过失了 这是第一首的意思 再看第二首 帝观小言说 人众德能成 愿重近正处 端坐正思位 这个第二首教我们修学的态度 帝观 是仔细的观察 小港说 人众德能成 你这样羞恥 众人 智智赢言言尊重你 你自己的道德 慢慢就培养成 远中 这个是指的都市繁华的地方 热闹的地方 我们收到的人距离他远一点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道业 还未兼顾 上上在热闹场合当中 不知不觉 就被这个繁华的气氛污染了 使自己退失了 所以初学收到人 古时候 为什么会选择在深山 不但远离都市 连乡村也远离 和外面社会 完全断绝 深容而清静 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 就不行了 这个事实 释迦牟尼佛很清楚 他老人家在《法花经》里面 就说过了 没法时期 劝化众生 实在说就是指现在这个时代 要以大乘法劝人 不要用小乘法 什么原因呢 真的大乘能够适应 这个时代的潮流 大乘是开放的 小乘是保守的 今天在这个时代 劝人保守 没有人会乐意听的 这个开放 大家点头 这个不错 还几有道理 今天修行 要远离一切繁华 真不容易 住在深山上 按个电视 天天看到花花的世界 真是没法子 电视广播 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摆在你眼前 搞到你心花缭乱 心神不安 这些东西都是妨碍道业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直到在我们现前 这个生活环境当中 我们应该要如何来修学 找一个理想修行的环境 找不到的了 大陆上从前这个重林寺院建在深山 现在都开了公路 都变成观光区 每一天游客都几千人几万人 找不到了 没有地方收的了 所以这个自己要知道 远中跟静处 居住 居住的环境要安静 端座正思维 此地这个端座 我们不要把它回错意 这个祖师大德教我们修行 一日到刻就坐在那里 你是这样看 就死在居下 你看六祖大师 在谈经里面 跟我们说错善 说错善 并没有真的叫我们在那里打坐 什么叫错呢 错是取不动的意思 你看我们人坐在一个地方 很稳重 不动 心不动 叫错 他不是说身 是说心 心在五欲六尘当中 不动心 这个叫错 什么叫善呢 善是不着相 爱不着相 叫做善 内不动心 叫做坐 他错善是这个意思 假如你搞错了 搞一个葡团在那里打坐 做私一体 要头了 你把这个意思传坐会 所以 化炎经的玉香长者 他是专门修禅的 专门修禅的 他在什么地方收 他在市场收 每一天 哪个地方热闹到那里去框 经常说的 他在市场坐善 他不是坐 他在那里框 他在那里欣赏 他样样都看 这个修行 看什么呢 样样都清楚 样样都不执着 他不着相 样样都看得明了 他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叫错善 所以各位要懂得这个意思 这个端座 就是爱不着相 内不动心 这个叫端座 你的思想见解 当然正确 这个叫正思维 但自观身行 口蜜树他短 结诗小论量 默然心柔软 真正修行的人 最重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的心心 观察自己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要注意这些 要注意这些 与佛 教会 相应 不相应 与佛教会的相应 我们身心在道上 不相应 我们就离开道了 尚尚在这个上面 用功夫 口蜜说他短 小去批评人 小说是非 小说长短 这个很重要 新口蜜 三叶 口蜜是最容易犯的 无论是 有心 或者是无疑 都是过失 都造成了障碍 这个障碍 有些时候 障碍自己的道业 有些时候 还障碍大众的收学 那个罪业就更深了 结诗小论量 这个也是这个意思 论是意论 量是道量 就是衡量的意思 用现在的话 就是批评 小化意论 小去批评 默然心柔软 默然是清静的样子 心非常清静 柔软就是慈悲 清静慈悲 是从这里生出来的 这个不是造作的 不是勉强可以得来的 这个要自自然然 清静慈悲 就流露出来的了 无知若弄猛 内智怀实宝 投脱落显正 对修离海舵 无知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 大智若愚 这个很难的 一个真实无所不知的人 看起来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功夫 这个就是德行 龙盲是比喻 好像一个龙的人 好像一个盲人一样 其实他什么都明了 样样都清楚 内智怀实宝 内里面有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宝作 我们佛门说的三宝 这个智慈的性德三宝 这样才能够 真正的显露 真正的静德 透脱是苦行 就是生活上 他不求享受 一切随缘 所以他的日子 过得很瀟灑 过得很自在 喜欢 闲静 游闲清静 这个叫真正的享受 对修离海多 在修辞方面 他永远是精进不退 海泰多落 他都能够离开 可见得 他是精进不退 这个一支 是杜孙律师 是唐朝时候 中南山 这个是我们中国 中派里面 刘宣律宗的开散祖师 刘宣律师所说的 第十六段 诸中诸独 疑涛疑悔 若雅若笼 如刺疑嘴 卖光卖明 养智养惟 随东随正 忘内忘外 这里下面 都是禅宗祖师的语录 所以这个禅的味道 就很浓了 我们虽然不参禅 有一些禅机 对我们也有启示 对我们念法 也有警惕的 作用 好像这几句 就是很好的警惕 费用 对我们的语录 是一句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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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